伟大的五星下士麦克朱瑟表示 如果文明没有人性脱底的话 那就毫无意义 看到笔巴评测师的粉丝是如此友善 我就知道他们是不可战胜的 和他们同处一个时代是我的幸运 上一次我们举办了第一季 白蛋我被笔记本电脑问题包围了 别急你上你也行非 笔记本电脑真是精赛 是一期科普向的帮助电脑小白 解决常见问题的视频 我在评论区翻了50多楼 目光所见全都是分享自己遇到过的问题 以及解决方式 或者描述自己当下遇到的问题 并寻求帮助 而楼中楼里总是有鼓道热肠的朋友 在耐心回答 正如麦克朱瑟所说 这种人性光辉闪耀的氛围 让我很感动 当然了除了这一条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甚至有点想笑 点名批评一下 所以我做了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 说好的点赞过了5万再跟第二期 不做数了 现在就跟 希望再次给大家提供一个 交流经验和提问解惑的平台 也希望能够看到类似 视频大好我舌头旋转的弹幕 OK 第二季 完蛋 我被笔记本电脑包回答 别急 你上机也行 笔记本支持金赞 正式开始 长按电源关机会对笔记本电脑有伤害吗 A 会吗 B 如会 C 选B 请作答 如果是笔记本高负载的情况下 可能会风扇停转导致内部过热 如果是装系统 传文件 或者运行程序的过程中 可能导致文件损坏或者丢失 如果是日常用完的电脑 该关的软件也都关了 那长按电源键关机通常不会对笔记本的硬件造成伤害 晚上笔记本关机了 要拔电源吗 A 拔个压录 B 高原血统 C 八八四八 请作答 如果你每天都要用到笔记本电脑 白天开机 晚上关机 那拔不拔电源都行 通常对电池的寿命影响不大 如果你电脑长时间不用的话 那建议拔掉电源 想要延长电脑说明的话 很多电脑都有类似养护模式 可以把电池开到这个档位 然后避免用电脑的时候不插电 不用了再充 或者用到没电再充 笔记本电脑的充电器能给手机充电吗 反过来呢 A 快快快 充充充 B 我题目冲爆 C 是这个 请作答 碰上来说 不同充电器和电子设备有对应的充电协议 只要协议匹配就能混用 不用担心 笔记本充电器的功率太大 把手机充爆了 简单来说 只要插上去有提示就能充 但充电速度 稳定性 不一定有原装充电器兼容程度好 笔记本电脑里预装的杀毒软件麦克菲到期了 要不要续费呢 A 小明不吃牛肉 B 360 请作答 可以直接卸载 对一般的个人用户作用不大 新版的Windows已经自带了杀毒软件 已经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日常使用需求了 没有必要安装第三方杀毒软件 游戏本就是打游戏的本吗 A 感觉不如 B 有可能不如 C 请作答 准确来讲 这种笔记本叫高性能本更贴切 它们的性能更强 能做的事情更多 只不过相比起轻薄本 打游戏的表现也更好 所以说会有人叫它们游戏本 工具还是得看用法 学习机不只能云渊神 跑步机也不只能挂衣服 对吧 文件传输的进度条读完 U盘不弹出 可不可以马上直接拔呢 A 红鲤鱼 B 反方向的钟 C 将丝小笼包 请作答 还是建议先安全弹出再拔 这样数据丢失的风险相对来说是最低的 如果你觉得很麻烦或者会忘 可以右键磁电脑 左键磁盘管理 然后右键我们的U盘 左键属性 左键策略 左键快速删除 这个模式也能降低直接拔出的数据丢失风险 换了更高分辨率的显示器 软件界面反而模糊了 怎么回事呢 A 加钱 请作答 可以参考我们的有媒硬件查谈的这期视频 40系显卡如日中天 我们的3060是不是过时了呢 A 无所谓 我有750 B 菜就多练 C 草吕虫 请作答 我觉得吧 显卡不是时尚单品 而是工具 判断标准的不应该是过不过时 而是够不够用 够用就行了嘛 我配个4090顶配枪绳 然后天天直打露啊露 看直播 除了浪费钱 你会觉得我很fashion吗 不会吧 你只会偷偷骂我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是不够用的配置 你要说它过时 好像也不是不行 例如 使用电脑的时候如何截图呢 A 手机拍屏幕 B 座机拍屏幕 C 猛锁拍屏幕 请作答 Windows电脑的话 可以按下print screen键 或者同时按下 shift-win-s 能截G形 任意图形 窗口 还有全屏 还挺方便的 或者用QQ的截图 Ctrl-A 还能截长截图 或者录屏 Mac的话可以按下 shift-command-3截全屏 或者按shift-command-4截窗口 能不能推荐一些笔记本的配件用品呢 A 请作答 可以参考我们的往期视频 以及也许会有的以后的视频 请看视频 指出其中三个错误 并说明原因 新一代笔记本 全球同步上市 国际品牌 历史三年 联合微软三星共同研发 AIPC史上 最稳定笔记本电脑 首创 操作系统 先保护 不会中毒 不会死机 不管你是初学者 还是电脑忙 根本不用学 马上就会用 根本不用怕死机 AIPC 还内置了MSN等聊天软件 它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网上聊天 最多可以同时和50个人聊天 AIPC笔记本电脑 可以享受百万首MP3网络歌曲 有了它 你可以随时收听周建伦的歌曲 也可以随时欣赏蔡依林的美妙音乐 还可以珍藏雪村的所有歌曲 有了它 你可以随时观赏好莱坞大片 在线观看几十万部网络高级电影 不仅如此 它的内存三星原状 内存越高级 画面的解析力越强 这是最新的美国大片 停 放大 放大 再放大 哈哈 快看 海鸥的每一根羽毛都看得精清楚楚 第一个错误是 内存越高级 画面的解析力越强 视频中所谓的画面解析力 应该是指看视频时候的清晰度 这个主要跟视频本身的质量 还有咱们显示器的分辨率有关 跟内存没关系 第二个是 永远不会中病毒 这个很明显不现实 我们不想中病毒的话 要有良好的使用习惯 少去奇怪的网站下载东西 也不要点进来历不明的链接 第三个错误就更明显了 周杰伦的歌曲 那是要开会员的嘛 虽然我都是在B站听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有用或者有点意思 可以一键三连支持下我们 谢谢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和建议 也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们 本期视频三天内点赞超过50万 我们就会出第三期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